我记得大约三分钟之内 没谈任何事情就是骂 骂得差不多了 走过来治我鼻子 你必须把此话说回去 谁是杀人犯 往拍自己的胸土 我是杀人犯吗 他后来一拳打过来 打到我的嘴儿了 而绝不是一巴掌的问题 那么你是在什么情况下 进入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馆 当时那个情况很危险 首先我受到了暴力 而后呢 就是我就在我受到暴力之前和之后 已经有11位我身边的公务人员 和这个案件的侦办人员失踪了 被网人薄熙来可以对证人进行发明 王立军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1月28号 你和我们谈了几次话 除了6号以前 1月28号 从29号开始一直到5号 每天 我都要被你叫去两次 而且你明确告诉我 你不能随便走 由我来 告诉办公室给你安排任务 好